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 伦敦加斯德的一场专拍 就见到这对瓶子 我翻阅我当时在图路上 我的这个评价 这对瓶子 花工一流 金水一流 为什么这个金 我说了一遍又一遍 因为金是低温油 是一个低温的材 很容易摸 上手剁都会模糊 把这个金光度会去掉的 还有一个知识点 我们要知道 用鸡毛打 如果是去清洁它的时候 打灰尘的时候 经常用鸡毛弹去接触这个金的话 它可是有静电 会把它吸走 那么这个金 其实烧成了之后 是撒的 完全没有光的 金又烧成之后 用玛瑙刀 一点一点的把它撒出来 还不能用其他的器物 只能够用玛瑙刀 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 那一层好像磨砂一样的 一层砂把它去掉 这个光才出来 而当时我还写过它的造型 也是非常的 兔有 一般酸头口的瓶子都是圆的度 但是它呢 是直升的度 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造型 没见过 可以说是 那么看它的瓶 看它的造型 看它的那个松绿油 看它苗筋 看它画工 一定是乾隆晚期过渡嘉庆的手工 那一批手工匠 都是在过渡的那段时间 肯定是乾隆黄机 做太上皇的时候的作品 要不然的话 如果是嘉庆中后期的时候 一定不会那么漂亮 而且做得那么工整 收藏 以一对为最好 这个都是 大家都要注意到的 一般碗那扒那瓶 以一对为最难得 一般都是一个会不见了 或者是会有毛病 还是保留了一个 所以这对瓶又有一个难得 就是一对 能够保存到今天 真的来自不易 是没有人有事 是没有人有事 但是你没有人有事 是有事 是真的 这变化了一个 一般来的 你会有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